针对北市府成立加强版专责防疫旅馆后的人力问题 市长克文哲在防疫记者会中发出招募令 号召民众加入防务人员 前14天还加发2000元的补助津贴 来上班第一天一定先给你打疫苗 但是我们也知道疫苗要发挥作用要10到14天 所以我们前14天会先给你这个叫危险加急 过14天疫苗已经发挥作用这当然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有兴趣的人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行列 因为我们现在算一算 我们这种特别是我们收这种快筛阳性的 这个防疫到加强版防疫专责旅馆 大概要到1400床左右 所以要的人力还蛮多的 对于防务人员的工作内容 以及民众担心受到感染的疑虑 副市长黄珊珊也做出说明 防务人员原则上他会跟旅馆是一个受雇型的合约 那他要做的工作其实很重要的 其实也不会有什么的太大的危险 因为第一个他是送餐 然后收集每一个旅客的垃圾 然后最重要的是中间后面 这个人退房以后的房间的清销 还有相关的整理 其实他们都不会碰到这些住客 因为我们在原来我们安心检疫所 还有我们所有防疫旅馆SOP里面 这些动线完全是隔开的 而且是做完整的间隔 叫做无接触服务 所以防务人员的工作大概就是这些 那当然有很多的民众会担心说 他们进到这个防疫旅馆 各位安心检疫所已经运作一年多了 我们没有一个在安心检疫所里面工作的同仁 受到感染也没有因为这样被隔离 表示我们的无接触服务 只要做得好是可以避免任何的风险的 柯文哲表示专者防御旅馆需要很多的人力 虽然紧急状况下军方会支援 但长久来看还是需要大家共享盛举 呼吁民众有兴趣就去报名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